谁有人家说 不先熟 我没有先熟 我不要 我都多大了 这是过年的押税钱 你还不给我 因为我五六年没回家了 然后我爷爷就说 这些堂弟堂妹都有押税钱 没给我 所以就给了我押税钱 然后我当时就觉得挺吃惊的 他就硬给我 他说这是应该给的 感觉很感动 因为他这两年就是 迷迷糊糊的嘛 没想到我爷爷 请你会一直这样惦记着我 被骗死我了